她也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妈妈 她们好跟妈妈 但是也都好跟我 那就是代表 在我不存在的时候 怕只是为我说好说话 谢霆锋和张伯志已经离婚十年 两人仅仅只结婚了五年期间 也是有两个杀戒儿子 但是因为两人之间没有足够的信任 因此在张伯志和陈冠希的旧照被曝光的那一刻 谢霆锋就决定了结束这场婚姻 两人离婚时 她们的两个孩子年纪是很小的 分别也只有四岁和一岁 由于张伯志放不下两个孩子 因此这些年都是张伯志独自因抚养长大 可见期间的辛酸与刻苦是多么的艰难 但是谢霆锋也有工作忙碌的原因 是很少给予两个孩子的陪伴的 在她们最缺爱的年纪没有得到足够的富安 因此两个孩子对谢霆锋几乎没有什么感情 都说张伯志是一个好母亲 其实谢霆锋也是这么认为的 在这次谢霆锋接受采访时 罕见谢霆锋谈到张伯志 并表示很感激张伯志没有在孩子面前 说过自己任何一句坏话 以至于自己在孩子们的心中 依旧是一个好爸爸 但是由于自己没有时间 帮助张伯志一起照顾孩子 也感到对他很快就 当然也要后悔自己当初一时冲动 就拆散了这个完整的家庭 其实自己还是很不熟和张伯志离婚的 谢霆锋这话一出让不少玩意喊坏 那还不找他复婚 对此大家还看好两人的感情吗 欢迎留言评论